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腿和小腿 因为我们在推的过程中 它可以帮助我们疏通腿部的气血 让气血循环进入通畅 如果说你的气血循环比较好 那么我们的骨骼就可以得到气血的滋养 长期滋养的话 气血可以带去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那么你就不容易产生骨密度 你的腿走路就会有力量 比较稳 也不容易摔倒 好 大家先推两边 先推两边 好 从大腿根 推完两边以后 前后也要推 前后都要推 好 好 稍微用点力 稍微用点力 可以推多少呢 你可以数数 好 这样去数一 先推左右两边 推49次 再推前后 也推49 好 推完了 换 换另外一边 这样去做 好 前后也做 49 好 如果说你刚开始推 你的腿比较疼 那么你可以稍微用点力 如果不是那么疼呢 你可以稍微用点力 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力度 另外一个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你能不能练习 我相信这个动作 第一 针对年龄比较大的 问题比较重的 都能练习 另外我们推过49次以后 我们能感受到 腿部发热 气血能循环 而且推完了以后 你再走路 腿比较轻松 然后自主 好 希望大家坚持做一做 保养好我们的腿 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 或者自信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